国民党主席之争现在是越演越烈了 有意角逐党主席的郝龙斌 今天宣布要来连览前总统马英九 他的发言人徐巧鑫 来兼任自己的发言人 也让人联想 马前总统是不是要表态支持郝龙斌 而郝龙斌日前抛出的党主席选举要全民调 这被竞争对手一一打脸了 包括像是前副总统吴敦毅 以及现任的党主席洪秀柱 都说根本就没有必要来做全民调 带着心血跑行程 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要抢蓝营龙统大位 延览前总统马英九发言人徐巧鑫 兼任自己的发言人 马总统借将是代表获得马总统的支持吗 这是由巧鑫来说明好不好 马总统借将徐巧鑫 是不是代表你支持郝龙斌 马前总统要挺谁或许不好说 但郝龙斌日前抛出了党主席全民调 却接连被国民党战将一一打脸 我们也可以纳入排绿的一个条款 让真正的民意能够得到确切的保障 你说什么叫排绿 如果真的有心要来灌票的绿 他会告诉你我是国民党党员 两军碰头似乎横眼红 镜头前麻吉麻吉 台面下各自布局 倒是现任党主席洪秀柱 脚步踩的昏荡 其实我因为今天不谈民调 因为这民调不可能 在这次是不可能 所以在谈这个就没有意义了 国民党战将大会需 人人都想当领头一样 虽然520才要投票 却已经弥漫浓浓烟消味 记者李冠志五香山台北上半道